由花蓮市公所和花蓮市民代表会共同举办的WBC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直播活动 在12号中午第四场赛事同样是在远东百货的建林广场举行 现场有名义代表和餐饮业者带来免费的限量餐点 要和现场的球迷一起来为中华队加油 中午12点不到远东百货建林广场已经涌入满满人潮 他们全都是要来为中华队加油 WBC世界棒球经典赛12号中午 中华队展开第四场赛事迎战古巴 而这一场也是中华队是否能晋级八强的致胜关键 吸引不少球迷前往远东百货参与华蓮市公所举办的直播派对 现场除了迷代表及餐饮业者提供的免费限量餐点 还有球迷特别准备古巴三明治 要他们吃不完兜着走 在家里看球赛跟在现场看球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而且再加上昨天张玉成轰出了这个轰过上全球赛 全场真的是非常的兴奋 来现场加油 对中华队加油 我们今天准备了热压的古巴三明治 我们不能把三明治吃完 因为我们要看古巴吃不完兜着走 那在这边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厂商 我们要争取大大的效应 那未来我们希望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能够争取更多在广场或者是在户外的一些活动 然后让我们乡亲一起来参与 虽然最后中华队1比7落败古巴 球迷们难掩心中的失落情绪 但还是比出大拇指肯定球员们在赛事中的表现 而市长卫家燕则表示 工作会持续规划相关活动 让体育风气向下砸根 带领更多孩子认识台湾国球以及各项运动 未来更会进一步争取 让各项赛事主场在花莲市来举行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